婚姻的这一件事情 其实从古至今 婚姻的这个模式 已经是各行各类 但是我本身会在思考的 就是当我们在讨论这个婚姻的这个问题的 第一个扣出我的头脑的时候 我会问我自己 曾几何时在什么时候 就有这个婚姻的制度 那什么时候开始了这个婚姻 因为我们现在的人呢 我们把婚姻呢 已经当成是一个很平常的一件事情 因为我们从小就已经开始在 有人结婚啊 有婚姻啊 但是你没有问过你自己 这个婚姻的这个制度呢 它是在什么时候开始的 那个婚姻的由来啊 是怎样的 那么简单的 一般而言呢 其实婚姻的这个由来呢 它的起源源自有三种的说法啦 可能这个你都可以上网去查询啊 这个我只是简单的带过 就是汉朝的政权说 他说婚姻的指是什么 婚姻指是取嫁之旅 所以在我们以前呢 古代的这个婚姻中啊 男方呢 通过黄昏的时候到女方迎娶 然后女方呢 就随着男方出门 所以你没有看到 我们今天的这个 因为社会的改变 时代的改变 你看我们通常 我们的婚姻都是在白天 因为我们晚上呢 我们要白十九 所以如果是在以前的话 婚姻呢 都是在黄昏影史 所以呢 在这种呢 我们讲啊 男女婚时影女 女婴男而来的习俗 所以我们讲婚 为什么我们讲结婚 结婚 婚呢 就是指黄昏的意思 也这样有个起源 所以换句话说呢 婚姻呢 是指难取嫁的一个过程 那我们也知道了 刚刚秋子也有讲 或者是加玛也有讲的 那么现在呢 在我们的这个生活里面 有很多人呢 步入婚姻 步入婚姻呢 也就代表说 你离开单身的生活 当然这个是一个学习 一个讲法啦 另外一个讲法呢 就是说 你只要有成婚 那你的人生中呢 你就所谓是一个大人 所以婚姻呢 我们都讲离不开什么 离不开仪式 离不开认证 离不开婚后女人呢 是以夫为姓 但是这个以夫为姓呢 可能现在很多 有一些比较进步的国家呢 他也不然 所以近年来呢 就像加玛讲的 还是有很多人呢 还在幻想着 这种所谓婚姻的 这个浪漫 婚姻的 这个美好 等等 那么我就会觉得 其实呢 反观今天 如果我们是用数据来看的话 结婚的人多 离婚的人也不少 为什么会是这样 有的人呢 就像我们今天的主题 有的人就是往婚姻里面 童景里面冲 但是有的人呢 就往婚外里面逃 但是我补充一下 关于这个婚姻的来源 如果我们研究人类的话 它是在农业时代 就是财产私有制度之下 所形成的一个婚姻制度 就是说 我已经有这个财产 这个地皮了 在农业社会 我有这个财产 这个地皮 那我必须要传给我的继承人 那我的继承人是谁呢 就是我自己的亲身骨肉 这个时候呢 就开始就会有这个婚姻制度 那这个婚姻制度 它除了要把这个财产 传给自己的骨肉 那同时呢 它也 这个婚姻制度 其实帮助了一个女人 她不需要自己一个人 去扶养孩子 在这个原始时代的时候 她其实是没有所谓的 什么兄弟姐妹啊 这些关系的 那孩子的只有知道母亲是谁 而不知道爸爸是谁 到了农业社会的时候 因为这个婚姻制度 这个财产 是这个财产的继承的关系 所以呢 她无形中保护了这个孩子 有爸爸妈妈一起共同的养育她 同时也保护了婚姻 就是她不需要一个人 去负担这个孩子的抚养 这个是婚姻制度的来源